大家好 一般我们是建议大家在养君子兰的时候 是一年给他更换一次盆土 但是呢 有的花有啊 他养了这个君子兰 可能现在没有适合的盆 或是没有土 给这个君子兰栽种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换盆 但是呢 又可以让这个君子兰的盆土啊 更加的疏松透气 不容易板结 也可以让这个君子兰去收到足够的营养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在盆土里面了 掺上一点蚯蚓粪 蚯蚓粪呢 它里面呢 其实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的 比如蛋铃甲都非常丰富 也不含有机子 最主要是呢 它其实是由牛粪制作而成的 然后用这个蚯蚓在里面钻来钻去呢 然后疏松它的这个土壤 然后呢 改善它的一个团力结构 这样呢 它的这个土啊 就特别的疏松透气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蚯蚓粪 参在盆土里面 可以让盆土啊 更加的疏松透气 不容易板结 那么如何使用呢 我们可以先将这个君子兰的盆土啊 先给它产生一点 然后把这个蚯蚓粪呢 拌进去 然后呢 把它混合一下 这样呢 盆土啊 就会特别的疏松透气 而且呢 还能够适量的给这个君子兰补充营养 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蚯蚓粪呢 给君子兰 疏松土壤之后呢 也不能够 太长时间不给君子兰换盆 因为呢 这个蚯蚓粪只能够起到一时的这个输松土壤的效果 我们呢 最好还是一到两年要给君子兰更换一次盆土为家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